直線常常就是 就是有一點外伏的 你看它的小方 小小口的第一筆 它下筆是沒有思考的 就是筆就下去了 也沒有需要起筆 就是寫字要能夠 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你才會去 享受到那種樂趣 不要把它搞得太緊張 這邊沒有完全接到 先直 好 過了以後往左 好 這一筆 窮 窮 你看那個窮不就是 右邊下來一小塊直 然後勾嗎 對 有時候這邊也有一個剃鉤 其實這個呢 它這種寫法就是未卑的餘韻 它這一筆 它這一筆是不是又突突的 好 好 挺高 這回去練一下 這回去練一下 八重出 這個也不出啦 但是到這邊更細 用筆尖行走 有一點輕微的提貼 一次就可以了 然後就轉下來 慢慢就 我們手只要是向右下方轉彎的時候 一定變胖 所以這個不需要去做什麼加壓 它自然就會胖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 這個字 好 我說過這個日啊 它就是寫起來比較 碰陪啦 就是 線條有點往外 往外胖胖的 然後它就是 正方形在上下多一點 不要寫得太瘦長 這樣懂齁 好